现在呢,在等飞机,一会儿准备分缅甸了啊 内战中的缅甸,免不了还是有点紧张的 我在买飞缅甸的机票的时候,送我一个贵宾厅的卷 我现在在泰国街上贵宾厅呢 早上起的挺早,没吃早饭我看这边贵宾厅有什么吃的现在 贵宾厅还挺多的,果汁,哇,有啤酒啊 好像没有红酒,啤酒顶劲儿 一次呢,我拿了一些炒饭什么的 还有些这个是甜点,这个是猪肉粥好像,我拿了一点尝尝 这个是什么汁,橘子汁,还有啤酒 然后的话,那边还有一些甜品什么的 我把这些吃完之后,再拿点甜品吃 尝一下吧,茶 很普通的香肠味吧 炒饭呢 炒饭不好吃 是培根对吧 炒饭的味道都挺一般的 看起来卖香桃而已 我以为小孩哭了呢,能跟着玩呢 这个小豆包似的 嗯 嗯 挺好吃 蛋黄味的 我得快要吃了,我飞机快要飞了 然后,我飞机还有飞机餐呢 爽,今天爽吃啊 然后这个是甜点 各种口味都喜欢吃甜食 然后就是,只有两种水果 还有可颂,还有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这个叫可颂啊 现在马上去登机了 现在马上去登机了 走道都开始晃悠了 然后大家一会儿缅甸见 飞机可以直接带狗上去的吗 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这趟飞机的话 我看,怎么说 99%都是缅甸人啊 毕竟现在呢 缅甸在打仗 去的人 去旅游的 基本就是 为零吧,我感觉 2 hours later 到免店了家人们啊 这飞机飞1小时 飞跟5分钟似的 我刚上飞机没起飞 我就睡着了 太困了 昨天就睡了3个小时 家人喝酒嘛 然后我一醒来之后的话 我一看飞机已经跟天上了 然后饭都摆我旁边了 吃点东西接着水 然后再醒的话 已经落地了 我呢这回弄的是落地签 我去泰国大使馆问了 他说中国人不让我提前办签证 他说让我必须让我落地签 我也懒得得争别落地签 就是听网上说 就是这边很多人要消费啊 就缅甸这边 如果到时候有要的什么的 看看吧 看情况吧 情况不对就大闹仰光机场了 家人们啊 一会儿见 OK我现在出来了 这个仰光机场真的超级小 你们看到身后 就这么大 然后我刚看一下手机卡的价格 超级离谱啊 10美金 单张卡的价格 10美金啊 你要买流量3.8G流量 加一张卡要15美金 100块人民币 太夸张了 我打算去市中心买 听说市中心有更便宜的 然后呢 我现在 上个厕所要不然 我上个厕所之后 去找找那个机场大巴什么的 听说这边 也不是机场大巴 听说这边有公共交通可以去市中心 办法整打车了 打车比较贵 然后我打算 我找一下公共交通区 换钱的 然后那儿还有一个办卡的 那儿写着一个可以充35GB 我去看了一下啊 这边出发区比到达区好多了啊 还有KFC呢 没想到免电 然后刚那手机卡也握了 价格一样啊 15美金3.3G 然后差不多是1美金1G啊 7块钱人民币1G 可真不便宜 肯德基 肯德基价格的话和国内差不多 但是架不住这边工资地 缅甸这边工资一个月 就普通人一个月 就100美金吧 700人民币 一天喝一天也就20块钱 20多块钱 30块钱不到 他们吃着肯德基的话 一天的工资啊 都要搭进去了 刚问了个这边的保安大哥 持枪的 拿了个MP5 然后我给他图片问他那个巴士在哪儿 他告诉我直走左拐就是 就可以坐那个车到 好 仰光时区了啊 这比曼谷凉快了 凉快不少啊 虽然还是有点热吧 但是比曼谷觉得凉快不少这边 真好啊 真的 我跟曼谷就是 哎呦 就是晚上八九点钟还热的 这嘟嘟出汗 跟这边好多了 前面那个小车站是不是啊 我看着像我过去瞅瞅 上来了 运气挺好 就是我到那车站的时候有几个本地大哥 do you have any jets 面吗 je 面吗 money money yes 就是我运气挺好 到车站问几个本地大哥 他们就把我带这个迷你巴士上来了 但是我免费的 然后带我到 一会下车告诉我 然后再坐个巴士 就可以到那个 市中心了 四百 四百那个缅甸元 多少钱 没多少钱 三四块钱人民币啊 反正肯定没打车便宜 因为从机场到 市中心得小二十公里呢 打车四五块钱肯定 三四块钱人民币肯定拿不下来的 这边好多中国东西 蓝亭创意四方菜 又中文 可能这边华语也比较多吧 华乔是不是 看那个黄色的吗 这是107 黄的就是我一会儿要做的 哦 107 107 可以做那107到市中心 就是那黄的 OK 现在去那车站等车就行了 就可以到市中心了 大家们 这帮人我感觉还是挺热情的 给我第一印象啊 挺热情的 对 然后刚才过海关什么落地线 没跟我要小费 也挺快的 差不多五分钟 六分钟就出来了 这个本地的小市场 刚下车啊 这边过马路也没红绿灯 别得靠勇气过 我看地图的话 前面那个就是 仰光人民医院 看着还不错啊 说实话 你看 盖的那种 欧式小建筑 因为缅甸这边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 很多建筑就是这种风格 我身后的本地人好像在吃一种当地的食物 我看着像是那种把面包泡牛奶里然后那么吃啊 我看着想 这是个本地小市场之类的 毕竟医院门口医院门口就有很多啊 这种小市场啊什么的 小卖铺 杂货铺 这是卖烟的 这我不知道什么 往叶子上撒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嘴里嚼的 我看这边嘴里嚼 嚼一个红色的 嚼着 嚼着红色吧 挺噁心的 是槟榔吗 这边女的还好 这边男的我看 基本这边男的都会嚼 一边嚼 嚼完 往外吐 挺噁心的 你看小建筑 挺漂亮的 要不说 我真的看不出来是个医院 真的 这有一个预防新冠的牌子 戴口罩 擒洗手 保持距离 2019年呢还是 好快 现在都2024了 你们看这路边鸟够多的 鸟子啥子 全是鸟的便便 这有车铁丝网 医院外边干嘛绑成铁丝网呢 这有个大商场 还不错啊 你们看 还确实挺不错的 OPPO Reno 11 还有个挺漂亮的塔 然后前面就是那个叫昂山市场 啊 市角昂山市场吧 算是 仰光这最出名的市场吧 也是 估计那边中国人也特别多在市场里啊 阿迪达斯BOSS 这商场看着还不错呢 回头来瞅瞅 市井汽西 哇 你们看前边 全都是这种桶子楼似的 带小樱台 挂一堆衣服 然后电线也特别乱 啊 你们看 说实话这边建筑建的真的还挺不错的 啊 从想象中的缅甸真的差距真的很大 那边的话还有在建的 正在建的楼 买个小小小男生四季大小便 这是家本地电影院啊 我看不懂 然后也没写票价 只写了电影时间 好像也没几个电影啊 时间也不是很多 OK现在刚弄完房啊 订完房 大小不到五 这五平方米都没有 估计是 绵甸挂壁房 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这个灯暗了点 除了这个灯暗了点 其他我觉得还行 这有风扇 还有空调啊 我觉得还行 缺张桌子 这边老板娘还特意给我拿一叉下面 还有水 还不错 还有浴巾什么的 就这张小床 大家从这边看一下 就这么大 而且这是门啊 从大门一进来 就是我的房啊 就很方便 你们知道吧 不然我们再来看 这边的风景 这是 这边 这很方便可以看街景啊 很不错 那边 还有个小桌子 没事我可以坐着啊 见见视频什么的 还不错 还有其他人 还有隔壁挂衣服的 那就不卡了 稍而不移 这么个东西 然后价格大家可以猜猜啊 反正就是 大家尽量往高楼猜 就像这种 没什么人旅游的地儿 酒店的话 就会特别的离谱 特别的贵 就这房子说实话 跟国内 十 二十多块钱一天 十几块钱一天 我就撑死了 跟这的话 你要 跟这儿 这块还要说一个汇率问题了 缅甸也是分两种汇率 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 大概是打六折的关系吧 大概是 打六折的关系 如果你要用官方汇率 网上订这房的话 七十块钱一天 就这玩意儿 七十块钱一天 你们敢想吗 七十 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 然后WiFi坏了 他说今天或者明天能好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好不了我也没辙 你知道吧 这边缅甸这种情况 网上订七十块钱一天 我线下跟他砍砍价 差不多不到四十块钱一天吧 用那个黑市回 用那个线下回旅 就这样吧 然后呢 我现在休息一下稍微 也挺累的 休息一下 然后带大家出去溜溜 我得换钱卖手机卡 我之前跟泰国换那个两百块钱 我跟这交了三万 交了三四一百二 然后也不剩多少了 我得拿美金换点钱 然后换个手机卡去 在住宿地方歇了一会儿 现在准备去换点钱啊 和酒店那个清律 和住宿的老板打听好了 就在我旁边就有一家换 他说现在美金的话 一百美金黑市回率 可以换到三千六了 前提是美金很新很好啊 就是缅甸人也很在乎那个 美元的新旧啊 最好是没有折痕就是那种的 那种换的更多 然后官方汇率是两千亿 黑市现在是三千五或者三千六了 卖水果还是挺多的这边 小碳子跟泰国那种差不多嘛 这边电线说实话还挺吓人的哈 这个牙医然后换钱 换钱半天找半天没找着 把手机卡给办了啊 我问大家说来缅甸 大家就去那种小摊办就行 小摊具便宜 你去那种官方的店 就是在旁边这小摊办的 你去那官方的店 光买一张卡的话 你得花三万免币啊 三万 然后跟小摊的话就三千免币 然后他老板还特别热心的帮我冲了 因为我不会冲啊就各种 然后他还帮我冲了 大概最后是七个G币流量 加一张卡的话大概人民币不到四十块钱 你要跟那机场或者那种大营业厅买的话 你就是四十块钱连一张卡都买不了 一张卡都有六七十块人民币了 我现在还是赶紧找找换钱的哈 找到了 OK刚换好钱了啊 里边帮我拍照没有给大家拍到 那个特别爽的数钱阶段啊 我换了是三百美元 就两千一百多人民币吧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就说黑市汇率了啊 他们给的汇率是一美元换三千五百九 还可以我觉得 我之前也是网上搜的话说三千五左右 我现在我换的话都三千六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然后换了三百美元 这边签上多少钱 一万一张啊 一万一张 给您瞅一眼 这儿 看这儿 一万 一万大概是合人民币二十块钱左右吧 二十块钱这一万 然后呢我现在是 又一塌吧 又一塌子钱 以后塌子钱 现在就是手机卡有了 签也换好了 我现在去逛逛嘛 刚不是路过那个昂山市场了吗 那个还是不错的 有很多什么纪念品什么的 我带大家去溜着溜着瞅一眼 那个市场是五点半关门 现在是四点 还有时间啊 我去那边带大家溜溜 是缅甸街头还是有很多 你们看我身后有七桃的 然后那个橘黄色那边有 本地的小男孩在那儿捡垃圾 捡垃圾为上 这边还是挺惨的 这鸽子倒是肥的离谱 你们看这鸽子 这边鸽子倒是够肥的 这边卖饮料的 这个大概是五百等于一人民币 大家可以算个 这就是两块多人民币 咖啡的话是三块多人民币 当然了这么便宜的价格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真的果汁了 他就当着我的面在拿香精勾兑 算了吧 两块钱要什么自行车啊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服了啊 那个是女生吧 他当我面就拿那么香精兑 读完之后给我 结果这个味跟那个真的 我在泰国喝那个芒果沙饼味一模一样 还挺好喝的啊 真的 看来接下来我每天都有光顾这个小摊子了啊 好战粉啊 这边 墙上都挂这个 是因为之前打仗吗 还有啊 阳光市区你是看不到摩托车的 一个小故事 据说是 这故事我也是很久之前看的了 据说是因为当时一个高官吧还是首相 他儿子被摩 在仰光被摩托车撞死了好像 然后从此仰光就进摩托了啊 多少多少公里以内呢 仰光不让骑摩托大概是这样 寺庙 这个是他们的本地街区 我来给大家 还是想给大家拍一下 杂乱的电线还有就是 这是很老很老的建筑了啊 啊 真的很老了 还有每个基本都带个小阳台啊 晾衣服什么的 我很喜欢小阳台的设计啊 真的很老很老的楼了 然后你们看楼顶 那个是卫星天线是吧 看电视用的 我记得我家小时候也有那个叫 我们管那个叫大锅啊 白的叫大锅 不记得是 不过现在就在中国估计都 没几家有电视了 都不看电视了 这乌鸦够多的 那儿还有一个 the beer station 啤酒 啤酒站点啊 啤酒中心之类的 真是大言不谈 等今天晚上我去探一探它的虚实啊 又路过这个电影院了啊 这可应该是 他们那个什么 新空带偶像 这是个搞笑角色 这有一天就两场 然后你们看这儿 这边好像是也能电子支付 手机支付的啊 什么配什么配的 像这个片呢 我觉得一看就是那种 什么家庭伦理狗血伦理剧啊 我一看就觉得像那种 它就是那恶毒的继父啊 继母啊 它是 它是 可能是被强劲 可能是被强健 然后生了它 然后它是 反正就是混乱关系吧 这边是可以用那个foodpanda点外卖的 刚才身后有家酒馆 写了是啤酒1500 三块钱人民币 我本来想拍的 结果那个门口小姑娘一直盯着我 就是复复生小姑娘 然后我就没好意思拍 然后呢那边 刚才后边还有很多橙色的发动机 发电机啊 缅甸就跟我之前去的阿富汗差不多 缅甸这边也是经常停电 每天供电可能也时间很少 基本上就是也都有发电机的美家 马上就到了 前面上场好像有人在唱歌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到了 到了 到处了 听说这个巨大 五点半关门现在几点了 现在刚四点半 这么着急收摊了 开始往回收摊了 天哪来晚了 是卖女生衣服的我也没啥兴趣 再往前走走 哦对 缅甸的翡翠玉石什么 很出名 写五美刀二十美刀 写的是刀勒 刀勒 那种手串玉石手串 写了五美刀 五七三五块钱也不贵 我也不懂这玩意儿 身后那个店的老阿姨 她拉克就拉克 她冲的那样 冲这样 我不知道她要干嘛 还弄得有点生理不适了 这边的话 好多我看都关了 就是一些人卖什么浴石 衣服 拖鞋什么的 没什么意图 好想想 那有个厕所改造的卖车的地方 看到没 推了一下 都是卖衣服鞋子啥的 这边就是衣水的中文了 各种翡翠什么的 我也愤不真假 之前这边旅游渡的 可能也有代购什么的 不过现在缅甸 基本没什么人来了 缅甸海水珍珠 都关门了 这四点半就全关门了 这帮人 下班挺积极 都能理解啊 我下班也积极 里边卖翡翠的姐姐穿的好清凉啊 可惜这是吸引不到我的 我有着钢铁般坚硬的意志 因为刚才我看见 有一家卖斐车店 有两个更漂亮的 我都没进去 这两个还不是那两个 我不会进去的 这边没什么了 那我返回去吧 刚刚有两个更漂亮的 呃 不对 就是 就是原路返回嘛 就是单纯的原路返回而已 就是那个黄色牌子 福原珠宝 大家有来的话可以 那黄色牌子福原珠宝 我前面有三个韩国人 带了一个本地巷岛 我没巷岛这还能碰韩国人呢 我听听他说 Let's drink poppy 我不知道poppy是什么 反正就喝点东西 他们就喝东西了 韩国人 还是像那个神猴哈努卖 那个奥特曼 我这辈子忘不了 里边凉快多了 一层里边 大部分还是都关了的 七成八成都是卖废翠的 鱼石什么的 确实很出名啊这边 我看什么网上 那经常有人啊 切石头啊切原石什么的 会不会有这种原石市场啊 有的话去给大家拍一下 看他们女性脸上 图那个是 本地一种防晒的东西 防晒加防虫的 啊 这边很潮嘛 热 虫北也多 大王金谱 原是翡翠珠宝 全中文啊 这边那个华侨真多 缅甸玉石 就看着这儿太糙了 买回当小鸡那人也不错 可以吹啊 吹说两百块钱一个 没有摩托车 就全是那种出租车了啊 也开也是够堵的 这玩意儿好像章鱼烧啊 也是面糊糊里边加肉什么的 那个市场太无聊了 我来旁边的这个 当地的小市场小餐子逛逛 刚买了这种本地的章鱼烧 1000免元 这么一小袋 2块钱便宜 还买包啥 一如可以看包 因为你们看我这个包开线了 开线我怕我都突然破个洞 这边麻辣烫 里边是面糊糊还有肉还有豆子 味道一般吧 油味太重了 我上边撒的料挺好吃的 那种方便面调料似的 买咖啡的 当地看上去说话没什么胃口 这有啥吃的 买草莓 买饮料 椰子 这是寺庙 看 这是彩票 刚刚看到一堆人跟着刮来着 是另一个啊 不是这个 卖手机卡的 这边的看起来都特别红 这看着就是没啥胃口说实话 看着太辣了 这边还热 嗯 这边也卖手机卡的 彩票 彩票站够多的 还这种街边小店很多卖的啊 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机场买啊 机场太太黑了 这是在要钱的小朋友 我可以买点水果 然后一如给他们点水果吃 好像还是炸面子 这好像是炸肉的里边夹的肉啊 刚才那个小摊我本来想买的 结果那个小哥去乘那个酱啊 那酱跟一个大桶里边装着大红桶 然后那酱黑不垃圾还吸 说实话跟那什么似的 瞬间就没有食欲了 我其他的我再逛逛嘛 街边缝补服 你们看这个便利店 上面写了可以刷银联卡 就是缅甸版的T11 这是那条15街的隔壁 全是修东西的了基本没有卖吃的了 电视 刚还有一个摆摊卖手机的啊 这是摆摊卖小店卖电视 音响啥的 风扇 那个炸汁机 哇啥都有啊这边 他们在清洗空调 还是挺分工明确的啊 这条街吃的那条街修东西 这是剪头发的吧 Cutting 还是像卖吃的的 这个太腻了买个甘蔗汁吧 大叔手动甘蔗汁啊 挺棒的 用手卷了再卷 然后往里压 好久没喝过这种纯手动的吧 用手 这边甘蔗汁还加冰的 挺好的冰冰凉凉的 完全喝不出其他的异味嘞 手汗味也喝不出来啊 然后这个是 他们就是果汁的话 就对这种香精 说话还挺好喝的 加勒冰就是没那么甜了 不过凉凉的挺好的 这边没有曼谷热 但还是挺热的 这边比泰国汁要凉快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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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点点 不然有点点 不然有点点 那还要点点 有点点 那还要给你 我还要给你 我还要给你 哈哈哈 耶 词曲 李宗盛 现在呢也吃饱喝足了 我准备回去休息一下了 然后制定一下计划 然后看看怎么买车票什么的 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吧 和我想象中的缅甸真的很不一样 我想象中的缅甸可能还是很落后什么的 不过不像我 你看我身后真的很棒 这个建筑真的很好 真的 就单拿这种建筑来说 你把它放在哪个城市的首都都是可以的 真的很棒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缅甸人也是很热情 很多人我问路什么的买东西 很多人就是很友好帮助我 对我笑什么的 挺好的没有说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还有这边华侨镇的 我很多会说中文的 就是我住宿那个老板也是会中文的 虽然就不太利头 但是能对话的 就是说的是稍微有点那种 我不太懂得口音还有就是不太利头 但是是能对话的 真的很多 OK那这期就这样 如果大家觉得还行 帮我点赞投币观众什么的吧 非常谢谢大家 要回去休息了 回我那个官派房了 挂逼房 拜拜